你看他 真的耶 他们两个换了那个头盘 我觉得搭阿里山小火车 火车每转一个弯 就会有不同的美景 早看到大班 我们就觉得他很辛苦 很敬佩他们 而且他们换 有时候不是换一只而已 他们是换很多很多 打这么多下都没有进去的趋势 也太难了吧 所以林森国小的课程 全部都围绕着阿里山林业铁路 我好期待 现在来到嘉义县 等一下我要跟嘉义士 林森国小的同学们 一起搭小火车回到他们学校 听说足迹车站非常的漂亮 跟着我去瞧瞧 嗨 达琳姐姐 嗨 不过为什么我会约在这里 这么多站我们每一站都可以选 因为足迹车站是很重要的一站 足迹车站它是登山的第一站 同时也是平地段的最后一站 以前火车开到足迹这里 就要换成盾位比较大的火车头 才有力气可以爬山 好像有火车来了 我们赶快进去看 有听到声音了 这个火车很特别 那就是平甲车 以前的木头都是用那种车来载运的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在砍木头了 但那些车还是可以用来载运货物或是工具 姐姐 你看 这个就是工艺柱 它不只能支撑这个上阳寺雨泽 还可以支撑整个足迹车站的屋顶呢 而且我发现足迹车站看起来很新 可是它不是一个旧车站吗 对啊 之前的足迹车站因为重铸腐坏 所以重新翻修 在2021年的年底才完工 而且还有插上了漂亮的Tiffony栏 发现你们对于阿里山的铁道文化超级了解 不过不能错过小火车 车要来了没 快了 等一下就来了 好 那我们赶快去等火车 太期待今天的行程了 走走走 不可以错过火车 这一天只有一班啊 达琳姐姐 你看 车子来了 对耶 我们要搭着小火车来了 它等一下会交换那个通券 那通券是用来做什么用呢 就像许可证一样 你看它 真的耶 它们两个换了那个通券 我们在几车啊 二车 准备上车了 来 我们靠右一点比较安全 姐姐 你知道阿里山铁路的历史吗 我知道 很久很久了 但是我不太知道耶 日本人为了开采山上的木头 开辟了这条铁路 是 1912年开通后 这条铁路 载运了许多木头下山 民国51年后 开始载游客 慢慢的就变成观光用 没有再载运木头了 因为这条铁路 离我们学校很近 所以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是 以百年生铁脉 向世界遗产为主折 学校的课程也会安排我们 搭乘小火车 像第一年级 就会搭到主旗车站 中年级就会搭到奋起湖 等到高年级的时候 就会搭到阿里山 经过你这样说 我对于阿里山铁路的历史 更深刻的了解 而且好多细节 你都讲得很清楚 姐姐 我觉得搭阿里山小火车 虽然摇晃得很大力 有些同学可能会因为 摇晃太大的晕车 可是我觉得火车每转一个弯 就会有不同的美景 也是非常值得的 其实我们住在这里 都是看着阿里山身铁长大的 而且每当火车经过时 我们还会跟里面的人挥手 还没有进到林森国小 就跟那个同学们 一起了解阿里山的铁路文化 今天一整年的课程 我太期待了 总长71.6公里的阿里山林业铁路 从竹席站搭乘前往嘉义市 终点站会在嘉义站下车 下车后同学们带我到车库园区 在日治时期这里是北门修理工厂 所有要前往阿里山的火车 都会在这里维修保养哦 姐姐 这里是北门园区林石月台 也就是林铁小火车的家 小火车的家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里从日治时期开始 就有在维修保养小火车 这里的小火车现在都只是 给观光客来这边玩的时候 观赏用的 现在还可以看到不同种类的小火车 跟转车台 哦 所以这里才叫做小火车的家 可以说是个网美景点 大家可以来拍照流年 对 哦 姐姐你知道这些小石头和枕幕 都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小石头应该是用来防震的 可是枕幕我就不知道 这些小石头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叫做稻渣 稻渣 这些枕幕呢 可以在火车经过的时候 把火车的重量均匀分散 这样子才不会让这些东西坏掉 哦 所以其实他们都是有公用的 而不是只是个装饰 嗯 对 哦 姐姐既然你知道了 稻渣和枕幕的功能 那这样我们就来学如何换枕幕吧 枕幕是可以换的吗 当然科鸭 让我们就去找老师吧 好好好 走 老师 嗨 同学们跟我说要来换枕幕 这听起来很专业耶 我们来上这个课 就要穿着像我这样子 就是合格的到办公的衣服 了解 那就是会有安全帽以及这个背心 那我们现在就请小朋友先来着装 好 安全很重要的 汉诚 您觉得换枕幕会怎么换啊 我觉得那个枕幕被压在铁轨下面 应该要整条铁轨把它抽起来之后才能换 如果要把整个铁路搬起来 那我们可能办不到 嗯 好 我们来介绍我们的工具 好 首先要介绍的就是三毛 功能呢就是用来挖这个 你们看到的那些小石头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呢 就是拔钉器 拔钉器 拔钉器喔 要不要拿拿看非常的重 很沉 很沉 很沉喔 好 我们要拔的呢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钉子 对 这个是不是 对 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称为倒钉 嗯嗯嗯 石头叫倒渣 然后这个叫倒钉 这个叫倒钉 没错 好的 下去之后 好 能够在铁轨上学习换枕木 这样的体验也太酷了吧 不过老师说 真正的枕木非常的重 就算两三位小朋友一起抬 可能都抬不动呢 所以老师特别做了一个 空心的倒具枕木 让同学感受一下 大道班们的辛苦 我觉得很累 因为它那个石头的缝太小 它有时候 像我刚刚挖 就是要稍微把它搬开 才能把那个尖尖的地方 放在你想要的位置 对不对 而且它这个 比一般的还要轻 如果不是模型的话 真的枕木 对啊 就会很重 何况它们都会说重 那肯定是很重很重的 就是平常搭火车都不会注意到 一定要来体验看看 才可以知道 原来这么辛苦啊 在以后搭火车 我们就可以抱着感恩的心 对啊 听得简单 可是做起来很辛苦 没错 看起来已经差不多了喔 可以换了是不是 对 那我们现在先来拔稻丁 我们把稻丁把它拔起来 换下一根 等一下换我用 我也要试试看 好 加油加油 可以 成功了 超重耶 刚好有火车要出来了 我们去看一下 在这边 小火车出来了 小小的 好可爱喔 好可爱喔 哎呦 怎么这么幸运啊 体验到一半 好大声喔 还有火车出来 假如看到盘班 我们都觉得他很辛苦 很敬佩他们 是 因为他们很厉害 对啊 而且他们换 有时候不是换一只而已 他们是换很多很多 对 嗯 好 我们来盯盯子了 娜音 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课程太好玩了 对啊 我也这么觉得耶 因为如果其他学校要学习 就像这样阿里山的一些知识 很多就只能一些 看看课本啊 看看课外书来知道 但是我们却可以直接体验这种感觉 真的是很特殊 打这么多下都没有进去的趋势 也太难了吧 你加油 好难喔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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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既然现在整木都换好了 火车也可以安全地行驶的 那我们就一起去看以前的神木 载到家意识之后要怎么处理吧 哦 现在还看得到哦 对啊 在车库园区旁的嘉义制裁所 最初是在1914年完工启用 在当时负责储存阿里山上砍伐下来的木头 并且也是在这里加工 虽然伐木的年代早已不在 但遗留下来的痕迹 依旧能让我们感受到当时这里的规模之大 前面那个是不是就是当时的木头啊 你可以靠近闻闻看有没有木头的味道 哦 好哦 有耶 这块木头在这里放了这么久 还有这么浓的块木箱耶 是啊 这些块木当时都是用这种平甲车运下山的 但这只是处理木材的第一步 之后还会用天车将木材掉到主木池里浸泡 那现在就让我带你去看看主木池吧 嗯 好 姐姐 你看 这就是天车 天车就是把木头吊过来主木池里对不对 对啊 你知道为什么木头要泡水吗 木头泡水感觉会长虫还会坏掉 干嘛要泡水啊 其实啊 木头泡水不只可以防虫 而且还可以让木头变得更坚固呢 真的呀 对啊 更重要的是那个主木池应该要有水对不对 嗯 所以这都是模拟的状况 所以这边没有水哦 达琳姐姐 这就是第二代的制裁所 第二代 那第一代呢 它已经被地震振毁了 哦 那制裁所都在做些什么事啊 制裁所会先将主木池里的木头 送进来做初步的剖开 最后再因应个人的需求切出不同的形状 了解 这只是先切一下这样子 嗯 那我很好奇 在日治时期 这里到底处理了多少阿里山的木头啊 之前日本人在我们台湾伐木了33年 总共在这里处理了1万公顷的木头呢 哇 这么多啊 姐姐 今天来这边可不是来旅游的哦 那是 这些特色课程都是因为之前有一群人 来嘉义砍发树木西家代卷 才会新建新高工学校 也就是现在林森国小的前身哦 哦 所以林森国小的课程 全部都围绕着阿里山林业铁路 我好期待哦 那我们就回学校吧 好 位于嘉义市的林森国小 在创校初期 就读的学生主要是与林业 或者是阿里山林业铁路相关的人员子弟 因此林森国小以创校历史背景为主轴 发展出阿里山林业铁路相关课程 带领每一届的同学认识这条百年铁道 一回到学校 就能够看到校园里满满的铁道意向 一进到林森国小就看到这一面墙 满满的阿里山意境 我知道 我知道 这是不是用胶纸条做的啊 是啊 这些胶纸条作品 是在两年前我们的学长姐做的 嗯 主题是阿里山五旗之美 姐姐 你知道为什么这台火车上面 要写二十一号吗 应该有特别的意义 这一台火车代表的就是那时候 放在嘉义公园的黑色蒸汽火车 那这个花有特别的地方吗 这些花叫做一叶兰 因为只有一片叶子而得名 是阿里山特有的品种 这片阿里山林业铁路的壁画胶纸条 真的很漂亮 可是我刚有发现 像这里一叶兰都掉了 然后还有一些地方的颜色 都没有那么缤纷了对不对 对啊 所以老师上每劳课的时候 老师都会带我们来补掉落的颜色 和掉落的胶纸条 嗯 那我今天就跟着你们一起来做这件事 好啊 诶 老师好 嗨 老师刚同学跟我介绍这一面 胶纸桃壁画好漂亮喔 当时怎么会想要带同学们 一起做这件事情啊 嗯就是我们课程都会融入胶纸桃课程 因为胶纸桃也是嘉义特色的一个文化 啊 在课堂中呢 我们就会询问小朋友 对阿里山的印象是什么 然后把它融入成一张完整的五旗之美 然后顺便去教育他们说 五旗之美哪五旗这样子 啊 然后我们请小朋友帮我们布置环境 我们会先用报纸 为了避免画到地板 对 所以会先铺报纸 好 然后我们就先请小朋友帮我们铺报纸 好 然后另外一群小朋友我们来调颜色 好 调出适合修补上面的颜色 好的 好 我们需要补的有天空跟山 好 然后还有地上的那个夜暗的粉色 好 跟那个云海那边 云西你觉得补这个颜色 然后来完成这片壁画让它更漂亮 有什么感想吗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而且跟我以后长大 我可以跟这里的学生说 这是我之前画过的地方 哦 可以跟学弟妹说 这是我的作品哦 达琳姐姐 你知道我们学校的校名 就藏在这幅画里面吗 我知道了 它不是像嘉义火车站这样写出来 它不是直接写字 它是一个意象 对 这个两个木是零 三个木是神 零 神 木 哦 树 姐姐 你刚刚有发现 我们这一幅画里面 有很多胶子草都掉下来了吗 有啊 那我们现在来把它补上去吧 对不对 压一下 等一下 应该差不多了 姐姐 虽然这些都是学长姐做的 但我们现在美劳课也有在做世界小火车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把学校点缀得更漂亮 哦 那我也要帮忙一起做世界小火车 嗯 好 认识在地才能够放眼国际 同学们跟我说 原来我们台湾的阿里山林业铁路 在世界各地都有缔结为兄弟姐妹的铁路哦 为了这一次的艺术课创作 他们找了许多资料 要将这些兄弟姐妹铁路放进创作里头 让大家可以一次认识 世界上独有的几条高山铁道路线 那这是我们透过有些传承的概念 所以我们用胶纸桃然后结合我们销订课程的升铁 所以在学校每个角落都有一些应届毕业生的作品 这一届的六年级我们会把它布置在穿堂的楼梯两侧 那这样听起来应该每一届都有不同的主题 那这一届就是世界小火车了 对世界火车 姐姐姐姐 你知道我们阿里山升铁小火车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吗 不知道耶 我们一年级的时候就有这一本升铁教材本 它里面就有日本的小火车 英国跟斯洛伐克 这些都是我们弟姐的兄弟姐妹的火车 那我们今天要做哪个国家的火车呢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日本小火车 你们俩负责做你设计的站牌 云琴来做车站 然后你们两个呢来修饰一下人 因为人呢我们那时候捏就有雏形 我们需要再更多细节 你还记得我们刚刚去换过枕木枕木的样子吗 记得啊 长长的对不对 对啊 我们就是要用枕木的样子做成椅子喔 好 那你们喜不喜欢手做课程 喜欢啊 我觉得这样子做可以让我们体验看看 而且也可以激发兴趣 就像我们现在也是在把看到的火车做成 用桃土做出来 哦 那英 我真的做交纸桃啊 其实是很繁琐 有很多步骤的对不对 对啊 像我们喔 一开始就要先画那个草稿 给老师看啊 修改 之后呢 我们就会捏那个形状 捏完形状之后 还要放置银杆之后呢 才能进去做第一次的速烧 嗯 速烧之后呢 还要上右侧 才能经过第二次的右烧 我们现在做这一部分 只是初步地把它捏个形状而已 嗯 我们学校的课程很完整耶 让你们认识台湾 更认识自己的家乡阿里山 还结合艺术手作 最重要的是你们现在做的是 世界小火车 超有世界观的 对啊 我们学校设计的课程 都很有世界观 除了世界小火车以外 还有模拟地球的实验 里面还有水啊 还有冰山 然后还有沙子 还有土哦 听起来好有趣哦 对啊 在气候变迁 极端天气成为生活日常的今天 全球环境的关联性 成为国小教育重要的课程之一 林森国小的气象工程师课程 带同学们 利用模型建造一个地球 包含平原 沙漠 还有海洋 再透过观察 去了解不同环境 与气候的关联性 虽然上过自然课 知道大气的循环 可是你刚刚跟我说 要做地球的模拟实验 要怎么做啊 用这个模型做啊 像是我们就会在 这一个空格里面 加入这些土壤 是 就会成为热带的雨林区 我们会在这个格子里面 加入这些沙子 会成为沙漠 这两个小的格子 会加入冰块就是冰山 就是北极跟南极 这个最大的格子 我们会加水 就是海洋 你知道那个 包在地球外面的东西是什么吗 大气层 对 所以这个就是大气层 用这个模拟大气层 把它盖起来 对 而且它有一个保温的效果 不会像月球一样 被太阳照射的时候很热 没有被太阳照射的时候去很冷 这模型真的很酷 秉伦 那你一开始听到老师 要上这个课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 老师那个时候邀请我上这个课的时候 我不知道天气跟气候差在哪里 可是我上完这个课之后 我就知道天气跟气候差在哪里了 天气是短时间的 像是下雨 或者是太阳很大的时候 但是气候就是指冬天 春天或夏天 是比较长时间性的 对 是一个季节 透过这个模型 我们可以知道气候对我们地球的影响 那我们模型做好 要怎么做实验呢 逸臣 我们现在要把温度计 插在沙子和土壤上 为什么要插在沙子还有土壤上呢 因为沙子传热比较快 土壤传热会比沙子慢 所以沙子的温度会比较高 但是要怎么证明呢 我这里有一个太阳模拟器 好 打开 我们就开始日照 真的耶 沙漠这边的温度迅速上升 已经到32度了 土壤这边是28度 所以地球因为太阳的照射的角度不同 所以会有些地方很热 有些地方却很冷 像是赤道这里就会很热 但是北极跟南极就会很冷 哦 上完这堂课 我就更了解地球大气的循环了 姐姐 你相信沙漠也可以种绿豆吗 种是可以种 可是它会生长吗 绿豆种好之后要盖上大气层 好 大气层放上来 这样子绿豆就会长出来会发芽吗 然后我们拿出去晒太阳 好 走 看似不相干的土壤区和沙漠区 只要盖上大气层 在同个循环内 沙漠区也会充满水气 对比一周前所放的模型 你们看 绿豆真的发芽了耶 只要有这些循环 就算是沙漠也是可以长出植物的 真的耶 我本来还以为沙漠里面只有仙人长 我还不相信绿豆会发芽呢 这个课程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酷 今天来到林森国小 跟着同学们呢 从阿里山小火车开始 结合了自然科学啊 还有在地特色 我相信这样的方式 这些知识 都会让他们变成身体记忆 这就是林森国小啦